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王子龍和大家見面 今天會和大家分享一個蟹粉炒豆麵 大閘蟹季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會出去吃到這道菜 但外面是收得非常貴 其實在家一樣可以買到這些材料 做法非常簡單 而且就算不是大閘蟹季節 也可以買一些蟹糕放在冰箱隨時拿出來煮 如果想知道怎樣做法 記得訂閱 半斤豆苗 然後放100-120g的蟹粉 然後放一些蒜蓉 一些薑切到很碎碎 然後需要兩種酒 一個是花雕酒 一個是白蘭迪酒 這道菜其實需要用到很多的油 要不然菜不滑 蟹粉不香 還有少許豆苗 這個豆苗 我要先告訴大家 就是豆苗要浸 浸幾個小時水淋煮之前 才晾一晾 浸水之後 豆苗吸了水 才會潤滑 不會硬 記住這道菜 我順便說一下蟹粉 這裡我拿了100-120g 出來 其實我買一包的時候 有些地方 譬如說老三陽 或者賣上海的地方 他們可能大隻蟹季節 就會拆小一點的蟹 把蟹都拿出來 一包一包 這裡就是一斤 譬如說半斤的菜 我就用百多g 就可以了 你喜歡多點蟹粉 你自己拿多點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不知道在哪裡買 就問我吧 整個做法會是怎樣 我們一邊箱炒豆苗 我們主要是用樹蓉 來炒豆苗 記住起鍋的時候炒豆苗 一定油 不可以少 所以要加多一點點 花生油 因為這樣它才潤滑香的菜 然後我們就會蘸少少 葡萄梨下去 這邊我們就會加蟹粉 那蟹粉要怎樣做呢 我們又是要加油 然後加少許薑絲 和少許蒜蓉 然後把蟹粉放進去 做開它 小火 小火 然後調味 有少許糖和鹽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加鹽 加少許薑絲 加少許薑絲 和少許薑絲 和少許薑絲 把蔬菜炒好放上碟 然後蟹粉醬放上碟 這樣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個蟹粉炒豆苗 其實在家製作非常簡單 材料不太貴 所以下次不一定要出去吃 在家製作一樣好吃 如果想知道我有什麼好東西介紹 記得訂閱我吧